沐雪 放开我 沐雪 沐雪 你是不是怪我没有救下家红 沐雪 你已经尽力了 既然这是家红的命 我们就认了吧 不认不认 我死都不认 沐雪 家红那么善良 料天也不敢这么残忍地夺走他的命 我不甘心 我死都不甘心 你不是有通天的男人 你不是答应过 我会进一切里面 把家红救出来吗 原来你只是叔叔而已 因为你根本不信我家后活着 你到现在才知道 是不是太迟了点 你 沐雪 我看到你这么痛苦 我都快疯了 你为了葛家红 连命都快拼掉了 我实在不忍心 看到你再为了葛家红 受这种折磨 我要解救你 你什么意思 你明知解救我的唯一办法 就是救出葛家红 就是救出葛家红 如果我说 救家红的唯一办法 就是要你先帮我解决一件事 你愿意答应我吗 你说 只要能救家红的命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从此跟葛家红 恩断义绝 回到我的身边了 你何不干脆说 只要我回到你身边 就能换回家红的一条命 你这么说也行 那你之前做作的一切 都是在演给我看是吗 你太抬举我了吧 我如果真有这个本事的话 我何必又花银子 又低声下气的求知县大任 这些你都亲眼目睹了 不是吗 怎么 我才刚刚跟你说 要你跟葛家红恩断义绝 我之前为你所做的那一切 都变得这样的不堪和不屑一顾吗 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 你敢说你帮我 没有任何企图 说什么武器前嫌 说什么倾家荡产也暂所不惜 其实你早就处心积虑地 设下层层陷阱 让我一步一步地往里头跳 我真的好傻 居然会被你的虚情假意所感动 还以为你是真心实意地帮我救家红 现在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我真后悔当初没有阻止家红和你做生意 害得他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魏锦蓉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一手主导的对不对 沐雪你这样无凭无据地指控我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 你承认知我已经说明了一切不是吗 我是那么相信 我以为你已经脱胎换过 和以前变得不一样 没想到你比以前更阴险更可怕 不准你再帮我一个字 我偏要说 我告诉你 我心里对你仅存的一丝好感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剩下的只有怨恨恶心和鄙视 我承认我有死心 但是你不该怀疑我对你的一片真诚 为了你 我可以不顾尊严 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我魏景荣 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出的事 甚至你爹蓄意地骗魂 我都可以不计较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不许 你告诉我 爱一个人有错吗 你不敢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我是人 我不是神 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不想对不起我自己 就算你一时得成 你得到的也只是一具躯壳 我不在乎 只要你能够回到我的身边来 你的心 总有一天会回来 你做梦 不 我在读 我魏景荣想要做的事 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话别说得太晚 万一你要是失败了 万一我救不了葛家红 我魏景荣一命抵一命 这样总可以了吧 好 只要你能救出葛家红 我愿意陪你动 金子一言 四马难追 但请你记住你说过的话 也请你听清楚 下面我要说的话 我保证你会输得很惨 因为只要家红活着一天 我永远是葛少奶 就算你得到我的人 也不可能得到我的心 你也不可能得到我的心 我永远是葛家红活着一天 我永远是葛家红活着一天 你不认识人的人 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看你的了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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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不见了 什么 怎么会不见了 你不是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吗 我是守在二爷身边 可是二爷吩咐我去买吃的 我也不敢不去 结果他就趁我不在的时候留下这封信走了 锦儿知己 我等不及要见我娘 这就赶回湖州去了 误念二叔流 都怪小该子不好 没看住二爷 才变成这个样子 少奶奶 您见着少爷了吗 少奶奶 要是连您都没办法的话 那少爷是不是 我也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可官府办案 讲的是证据 他说他是被栽赃的 有谁看见了 有谁看见了 这 何况 他又当众打伤了人 有目共睹 赖不掉他 那 那咱们总得想点什么办法吧 小该子 我累了 你先下去吧 你先下去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葛家虹 你家里人来看你了 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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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 我这副狼狈样 不该让你看见的 你答应我 以后你想我的时候 想想当初那个意气风发 自鸣不凡的葛家红 千万不要记得我现在这个样子 知道吗 我这个人不值得你留恋 不学无术狂妄无知 还常惹出麻烦让你头疼 我走了也好啊 省得拖累你啊 一辈子没完没了 反正这世界上 多我不多 少我不少 你说是吗 喂 喂 你别发呆啊 你再不跟我说说话就没机会了 怎么了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怕我承受不了 不知道该拿什么话来安慰我是不是啊 没什么好怕的 不就是一只臭皮囊 早死早投胎 十八年之后 又是一条好汉 十八年后 你不过四十岁嘛 如果那个时候 你碰上一条小狗 宅着你不放 搞不好 那就是我投胎转世的 你可不要踢开它 你开玩笑的啦 不要难过啊 我真的是不在乎的啊 让你借笑了 哇 还怕我拉邋遢的上路 还给我准备衣裳了 你啊 哇 做工这么粗的 粗里粗气像个兽衣似的 还有啊 看啊 还没袖子啊 你想跟我割袍断衣啊 我这日死性不改的 你以前说过的话 你还记得吗 时间不多了 转过来让我再看看你啊 让我抱你最后一次 我想带着你身上的香味走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在这个时候 对你绝情 说实话 我早就受够你了 但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刻 你就一路闯火 从没做过一件衬头的事情 从没做过一件衬头的事情 而我这个 乌龙少奶奶 做的也真是窝囊 别的没有 只有在你身后 收拾烂摊子的份 现在你死到临头了 你还只想着你自己 我 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今后一个人该怎么过 依靠谁 你 难道要我 你生在葛家照顾老夫人吗 你真把我当成锦儿吗 我知道 你根本没有想过这些 所以我要为自己想一下 我对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对你们葛家 也算是人之一惊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鬼门关 我过我的自由日 我们两不相见 为了我将来自由的日子 我要请你醒醒好 请 请 我找到你的 我多了 你还不想写 你 如果我喜欢你 我们有什么事 我会想到你 你对你 你对我们有一些人 你不想想我们 你对我这样的事 你会想到你 你会想到你 你很想到你 你对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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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机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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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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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儿和佳红呢 怎么没看见他们呢 我问您话呢 宁儿 您说佳红啊 咱们家在上海的一些生意啊 有些需要处理 锦儿留在上海陪佳红 等他们把事情处理完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顺畅 你没骗我吧 我家伙真的没事 没有 娘 您放心吧 这锦儿可有能耐了 她一到北京啊 就偷关系上下打点 你看 我们不是很快就出来了吗 娘 你放心吧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娘 你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二爷 老夫人躺下了吧 我好说 我好说 逮说 总算把他劝睡了 药也喝了 二爷 您出来了 那少爷呢 是不是少奶奶还没把他救出来啊 家伙这孩子 太好了 他为了救我 把所有的罪名都担下来了 那少爷怎么办 那少爷怎么办 总不能关在大牢里一辈子吧 锦儿 还在京城想办法 我是担心我娘的身体 我才急着赶回来 对了 长中啊 我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惊喜啊 这少爷和锦儿的事 你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啊 他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 长中啊 我们葛家 这回可是在了 在了 你可不可以 奶奶的病不知道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二叔他到家了没有 快上开 快上开 少爷 我干嘛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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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来 妈 你回来 少爷 怎么回事 小盖子 我也不知道 我马车驾得好好的 就是这个人 他朝我们撞过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什么我撞翻你的马车 明明是你们挡了我的路 你路这么宅 你骑那么快 我们当然躲不开 所以撞上了 我是喜欢骑快马怎么样 可我警告过你们 你们好像没听见似的 现在可好了 我的马跑了 你们说怎么办 怎么办呢 你的马跑了怎么办 我们的马车还翻了 你说怎么办 贼喊捉贼 你对人太过分了 算了 把马车扶起来 走开 你 你推什么推 又把车了不起 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拉马 你看你这么貌视 差点把我们家少爷给害了 还不赶紧向我们家少爷道歉 道歉 我跟他道歉 他一个大男人摔一跤算什么 我都摔了两跤了 再说了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我也摔了跤 我怎么还跑了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你想怎么样 你看我们在上 小盖子 算了 小盖子 走吧 哦 驾 驾 驾 靠 门都没有 喂 你们就这么走了 你们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哎 你们太没有江湖道理了 喂 我刚刚刚才会给你吃了 很多人 他们都要达到 他人家也没有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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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